修了这么好的路,东家居然不满意 哈喽老铁们,我是谢娃娃 今天我们来帮一个粉丝朋友来修一段路 这个毛路啊,是几年前都修好的 最近呢,东家回来了 想把这个毛路再修一修 修了之后啊,好硬化 然后就联系到我们 让我们来给他挖一挖 一年前,我们在这个附近干活的时候 这个东家就和我们来看了一下 当时说把这个路加宽一点 然后再平一下,到时候啊,好硬化 由于当时种种原因,导致这个路没有修成 一年后的今天,东家又给我们打电话说 这个事情解决好了,又可以挖了 然后就让我们把挖机拖过来 把这个路给他修一下 去年东家就问了我们 这个活干下来大概要多少钱 当时我就跟他报了一个800块钱的起步价 三个小时 超过小时啊,另外算 当时我也跟他说了 这个活啊,最多也就是800块钱就能搞定 不会超时间的 但是我们把这个活干完了之后 居然超了几个小时 难道说是因为我们干这个活 超了时间,老板不满意 今天这个活的精神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路给他加宽一米左右 然后把这个路给他收平 收平了之后,上面还有个小场地给他收一下 就结束 肉眼看的话,这个活确实是不多 三个小时啊,完全是能干完的 但是呢,我们就忽略了一点 就是这个土啊,没有地方堆 我们挖机啊,要转几道 这个土啊,才转得出去 所以这个时间呢,就多了起来 把所有的土都往一个地方转 这个确实是有点慢 然后东家临时又给我们指定了一个地方 说这个路边上啊,也可以堆点土 但是老铁们,你们看 这个路边上啊,这个土怎么去堆 这个地方啊,本身就是一个大斜面 下面呢,又是别人的田 如果我们直接堆的话 这个土啊,就很容易滚下去 唯一的办法呀,就是在这个下方挖一个平台 然后啊,把这个土再堆到这个平台上面 这样啊,勉强啊,还能堆一点土 不管这里能堆多少土 能堆一点,试一点 总比我们往一个地方转要好很多 也快很多 所以这个地方的土啊 我们尽量啊,能多堆一点 还是多堆一点 我们把表面上的泥巴清理完了之后 就把锤换上,开始打这个石头了 这个石头啊,还是比较好打的 我们大概打了一个多小时 就把这个石头打完了 这个石头打完了 让人头痛的事情又来了 打下来这么多石头 这个石头往哪里堆呀 然后东家说 这个路口这个位置啊 可以堆一点石头 就让我们堆一点这个石头在这里 但是啊,又不能堆的太多 我们就把这个路口这个石头堆一点在这里 然后剩下的所有的石头 我们就全部往上面转 把所有的石头往上面转 这个时间自然就多了 最开始我们就忽略了这个问题 就导致最后干出来啊,就超时间了 所有的渣子我们收完了之后 再把这个路大概的收一收 这个路啊,基本上就成形了 之前这个毛路大概在三米左右 现在我们加宽之后就接近五米了 都赶得上高速公路了 我们在收这个路面的同时 顺便把边上的这个边坡也给它拍一拍 这些泥巴呀 不拍就很容易掉下来 这条路东家马上要硬化 接头的这个位置 我们稍微的给它挖低一点 到时候到复林土的时候好接头 然后我们从这个路口 再把这个路从下面啊 再往上面收上去 细细的给它收一收 一边收 再一边用斗背 挨挨的给它拍扎实 路面收好了之后 这个上面呢 还有一个小场地 这个场地啊 我们也要给它收出来 场地里面还有很多杂草 我们先把这个杂草除掉 除掉了之后 再把这个场地啊 给它平整出来 场地平整好之后 我们再用履带来回的 把这个场地啊 给它压一压 给它压实 场地压好了之后 再去把路压一压 这个活就结束了 但是东家说 这个边上它有块田 这几年呢 都是拼给人家种 这个田坎子都垮了 他们种田的人也不管 现在东家回来了 再加上我们挖机过来了 就顺便了 让我们把挖机开下来 把这个田坎给它煮起来 以前的这个老田坎 就是现在我们拍的这个位置 但是垮了之后啊 就没人管 就导致这个田坎啊 就往里面移了很多 今天我们挖机过来了 东家就顺便把我们挖机整下来 把这个田坎重新给它拍起来 田坎拍好了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边坡也给它拍一拍 这个虽然是一块田 但是最近几年呢 这个田都没有种稻谷 没有关水 都是种的一些菜 所以我们就随便的给它拍一拍就行了 虽然这块田不中稻谷 不关水 但是这个田坎子啊 我们也要给它切出来 这个田坎子就是人走的一条路 田坎拍好了之后 东家说这个位置啊 这样歇着不好看 然后东家又让我们把坡树锤换掉 换掉之后 把这个地方给它打直 打完了之后 到时候啊 它全部刀混凝土起来 这样啊 又好看 又能把里面的路保围下 打完了之后 我们再把斗放过来 放过来 把这个地方给它收平 收了之后 再用斗背拍一拍 拍完了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路给它压一压 今天这个活 基本上就结束了 最后再跟老铁民说一下 为什么今天这个活 干完了之后 东家不是太满意 不是东家真的不满意 而是因为东家觉得 左边现在凸出来的这个位置啊 感觉不好看 他的意思啊 就是想把凸出来的这个位置 全部把它切直 意思就是把这个路线拉直 虽然拉直了 好看了一点 但是老铁民 你们注意看 它这个路 现在最窄的地方 都有四米多宽 如果说从这个地方切直 这个路基本上 就六七米了 又不是就高速公路 还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入户路 不能直着对着房子 有个弯 其实还好一点 今天我们在这里挖地基 刚挖到一半 就被执法部门紧急叫停 哈喽老铁民 我是谢娃娃 今天我们出来给十几年 未见的老同学挖一个地基 我们这个老同学在外面打拼了十几年 现在也混得很不错 也挣到钱了 现在打算回到老家 在老家修一栋小别墅 老同学知道我在家里面经营挖机 然后就联系到我 让我来跟他挖一下地基 也顺便叙叙旧 毕业了十几年 我们很少见面 基本上都在外面打拼 要么他在家 要么我不在家 所以见到次数就很少 也顺便照顾一下我的生意 既然是老同学 今天这个活 我们务必要给他干好 我们把挖机开到田里面之后 首先第一步 就是在这个田的边上 清一条水沟出来 因为这个田里面还有一些水 为了后面好干活 就必须在这个边上 清一条水沟出来 把这个水先排出去 水沟挖好之后 我发现对面呢 有很多挖机在改田 这个到连底了 这个周围到处都在改田 由于我们挖机实在太小了 想进去干点活呀 都挤不进去 没办法 只有干一点小活路 这个中间以前是一个小鱼池 这个鱼池的水呀 已经晃干了 但是呢 这个水池里面 还有很多小鸡鱼 我们就挖起来 把这个鸡鱼啊 放到一边去 这个鱼我们都还没有捡完 然后这个东家 就让我们把挖机先开出去 原因是最开始 他们订的这个庄 之前呢 旁边这个地主人呢 是同意了 现在我们挖机 这样挖的时候 这个地主人 就捕上挖了 然后让我们把挖机开出来 他们重新放线 重新定点 在这里啊 大概又要等半个多小时 然后我们就把捡过来的这些鸡鱼啊 养在这个水池里面 在抓鱼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几只比较红的鱼 刚开始啊 我还以为是金鱼了 一抓起来一看 居然是鸡鱼 鸡鱼还有红的吗 在我不注意的时候 这个鸭子跑过来 居然把我这个鱼啊 都全部吃了 这个线总算是划好了 我们再把挖机开进去 以前的这个线靠里面 现在这个线呢 往外面靠了一米多一点 在农村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 头一天还说的好好的 第二天就变挂了 今天这个地基啊 我们只需要挖十几个机坑就可以了 由于这个地基比外面的这个路要矮很多 所以啊 这个地基里面大多数啊 都是填方 我们只需要把机坑挖好 然后啊 工人再把这个柱子倒起来 然后地基里面再去拉一些渣子 给它填起来 填到边上的那个路一样高 就可以 第一个机坑我们就挖好了 在挖第二个机坑的时候啊 我们先不要走 先把之前挖起来的这个泥巴 在这个边上啊 给它修一条便道下来 到时候工人推水泥 拉材料的时候啊 就可以用到小斗车 给它推下来 这样呢 工人们就比较省力一点 在农村这些活 基本上全都是靠苦力 靠人工 所以我们能修一条路下来 就修一条路下来 这样啊 也能为工人们呢 省一点时间 省一点力 边上的几个机坑我们挖好了 这个水池中间呢 也有几个机坑 在清理这个淤泥的时候啊 我们先把这个记号做好 不然到时候把淤泥一清了 这个机坑的位置就移位了 清理这个淤泥的目的啊 就是防止我们把机坑挖好之后 这个淤泥啊 全部又流到机坑里面去了 不然到时候啊 又要他们工人去清理 淤泥清理完了 我们就可以挖这个机坑 这个机坑的前面呢 其实还有一个机坑 前面的那个机坑 我们只有在挖下一树牌机坑的时候啊 在那个边上去挖了 这个时候关键人物要上场了 这个机坑我们刚挖好 准备再挖下一个机坑的时候啊 这个直发车就来了 就紧急啊把我们喊停 先让我们不要挖 等他们先看看情况了解一下之后啊 再说 我们就只有把挖机停在这里啊 这样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原来啊是被人举报了 最开始挖这个地坑的时候 我就问了一下老同学 这个手续跑下来没有 他说基本上快了 那我们先挖着 这下被举报了 然后国主局的来了 看了一下情况 说这个位置不能修 让我们先把车子吹长 我们进场的时候 这个边上都还没有路 这个中途耽搁了几天啊 这条路也修好了 这个边道是他们改田的时候修的 然后这一片呢 要全部改成田 所以这个位置就不能修了 说实在的 这里还是挺感谢那个举报的人 如果晚两天举报 当他们工人把布里土钢筋倒好了 那个时候才说不让挖 不让修 那个损失就更大了 现在我们只挖了四五个机坑 就被叫停了 其实这也是件好事 毕竟现在叫停损失还不算很大 这才过去几天 之前我们挖地基的这个位置啊 就被他们改成田了 已经把水都关好了 房子始终还是要修的 只是看下个地址啊 选在什么地方 然后再去审批 现在这个土地管得很严 以前呢 你随便修 现在就不行了 前面的这两栋房子啊 以前都是在田里面 好了老体们 今天这个活我们就到此结束吧 我们下期见